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本周星期天也就是2月10号 发生了一件让全世界非常震惊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新西兰的一家航班 在周六晚上11点起飞 从奥克兰机场起飞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到达上海机场的时候 比中国方面拒绝降落 他没办法逼迫折返又返回到了新西兰 来回一折腾就是一天时间 而且飞机上有近270多名乘客 这个乘客里面一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所以把这些中国人这么折腾 这个原因完全就在中国方面 他不让新西兰的航班来停落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搞出这样一种非理性的举动呢 到现在为止 新西兰的航班 新西兰航空局都没有说出答案 但是我们细心的一些人在探究这个原因 尤其今天新西兰的一个报纸 一个媒体叫Staff的 他披露了他的认为的一个真相 但是他披露出来之后 也被纽西兰的航空局给否认了 但是据我看来 Staff媒体披露的真相 可能就是事情真正的真相 那这个新西兰航班呢 他给折返 我们发现实际上并不是因为这条航线的原因 因为这个航班给折返了之后呢 这个270多名乘客呢 比安排在下一趟的这个飞机 另外一个飞机 但同一个航线也是飞往上海的 结果他们也成功的就飞到上海去了 说明这个问题不是出在这个航线上 而是出在这个飞机上 是因为这个飞机本身有问题 所以他到上海的时候被给折返了 那这个飞机有什么问题呢 结果很多人发现这个飞机呢 其实去年还有以前呢 很多时间他是飞行新西兰到台北的 他专门飞往台北的 所以很可能就是因为他经常飞往台北 有这个记录 然后呢 中共方面拿着台湾问题在做文章 跟大家的猜测非常的一致 今天呢 新西兰的媒体叫Staff 就披露了这个事情的真相 这篇文章就讲了 是因为这个航班 他在申报中国的这个 要降落的这个文件的时候 这个文件里可能要包含他以前的一些记录 飞行记录很多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给申报上去了 所以呢 比中国的航空管理局呢 发现他的这个文件呢 不符合中国的规定 最终呢 不让他降落 然后逼迫他给折返 我们看到呢 中国呢 确实是就是这么做的 他完全是出于一种报复的心态 我们知道去年4月份开始 中国的航空管理局 就对包括美国 英国 加拿大所有的航班 有逆行的规定 就是在你们公司的文件网站上 绝对不能把台湾作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并列在国家的这个地位 这个行列当中 所以没办法 很多的航空公司啊 只能标明它是中华台北 或者是中国台湾 这样一种标复 之后呢 中国政府才答应 而新西兰呢 一直就没有改 一直没有改 尤其是这样一套航班 这个是波音七八七的 其中的一个叫孟之旅的这样一个航班 他是经常去台北 在1月份的时候 他也去了这个台北 所以他去台北很频繁 而且去台北的时候 肯定就是台湾台北 或者直接是台北 这样一种称呼 他是去台北的 根本没有标注是中国台湾 或者中国台北 他去这个台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中国发现他以前有不好的记录 但是提前也不告诉这个航班 你提前告诉了之后 人家就不起飞了嘛 人家满在270多个乘客 到达上海了 你叫人家给折返 不让降落 这种举动是非常野蛮 非常不降丽的 非常不人道的 而且伤害的 那一大部分都是这个中国人 那些中国人本来要到中国呢 到上海 谈亲朋友啊 很多的一些事情安排就绪了 这么白白的又耽误了 一天时间 这样的一个成本 谁来赔偿 这个呢 完完全全比中国政府呢 认为 这个就是他没有遵守 有关台湾的规定 所谓导致的 所以中国呢 对外国航班要求 著名台湾 这样一个特殊的 他的形容词啊 形容的一个规范来说 那中国方面 这个撒飞心机 实际上我们看来是非常不必要 造成了太多太多的一些麻烦 这次的这个 新西兰的飞机事件呢 就是一个明确的一个例子 中共呢 一直把台湾 当作他的一个神 这次习近平呢 在告台湾 台湾书的讲话里面 特别要强调 一国两制 就是未来解决台湾的方案 你台湾 顶多就算一个特区 你台湾最后的国家元首 地区的元首就是一个特首而已 现在就直接叫台湾省 所以说任何把台湾 中国并列的 他们都认为是大逆不道 而且把这个自己的滥权呢 都放在这个其他国家的身上 所以美国当时非常愤怒说 他这是一种奥威尔式的一种 狂妄自大 他是专制政府的一贯的做法 而且把这个做法移到这个海外来 他就现在就是这样漫步讲理 所以造成了这样一种 新西兰这个国家现在门受损失 而且航空管理局到现在还没有回复 就是staff这个媒体报道之后呢 有些媒体记者就问 这个新西兰的航空管理局 是不是这个原因 因为没有把台湾标注清楚 它的地位没有标注好 没有符合中国的规定 所以逼迫让他折返 问航空管理局 航空管理局反驳 说不是这个理由 那是什么理由 他又不回答 他又不回答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所以新西兰这个国家呢 它实际上是属于英联邦的 也是比较强硬 比方说去年的话 就把这个华为就排除在5G之外 但是其他方面呢 他还要仰仗这个中国 他毕竟是个小国 现在他的原则性是非常强悍的 因为中共对澳大利亚 对新西兰的渗透是非常的厉害 尤其这个南中国海 直接威胁到新西兰的利益 尤其中国在这个南太平洋地区的 这种扩张渗透啊 也威胁到新西兰的这个国家的安全 所以新西兰在原则上是坚决反对中国 反对中国的霸权主义 但是现在考虑国家的这个 它的这个大小啊 这种影响力啊 实力啊 它现在是默不作声 不过呢 新西兰政府在今天 还做出了一个举动 表示回应 就是说新西兰本来把今年定为 新西兰和中国的旅游年 叫中兴旅游年 它本来是在今天呢 要发起这个活动 结果呢 今天宣布退迟 这个呢 很明显就是对 飞机逼迫折返呢 做出了一个强烈的回应 实际上新西兰政府啊 心里非常明白 就是因为台湾的问题比折返的 只不过现在它没有说清楚 只是媒体现在还在猜测 从新西兰政府的各个举动来看 的确就是这个原因 没有其他的原因 那中国在这个世界上这么霸道呢 实际上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反对 那么我们看到 深受共产专制毒害的 捷克这个国家呢 最近他们的一个市长 高调的跟台湾友好 高调的反对中共 这个年轻的捷克的市长 就是布拉格的市长 那布拉格这个城市很有名 有名是因为有一个叫布拉格之冲啊 就是当时的捷克布拉格的市民 反对苏联侵略这个捷克 发起这个群众的运动 虽然布拉格之冲比政养 但是在这个反对共产党的 这个人类历史上 铺写了灿烂的一夜 所以布拉格的市长呢 他肯定也是知道这个历史 而且延续了这样一个传统 反对中共 而且那这个布拉格呢 和北京还是一个友好城市 现在这个布拉格年轻的市长 上台之后呢 他现在打算把布拉格和北京的关系 给取消 不做友好城市 他愿意把布拉格跟台北 做成一个友好城市 他在他的脸书上 经常写这个很好的词来赞美台北 他曾经在台北也实习过 短短的一个月 跟台湾有很好的关系 所以说布拉格有可能跟台北啊 要建立友好城市 而且他也宣布 布拉格市长宣布他下个月 就会到台北去转一圈去旅游 去访问 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中共呢 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非常无理 非常野蛮的在打压 台湾和其他的这个 重重台湾的这些国家 但是世界上的正义人士 还是鼎立的在支持台湾 支持台湾的真正的自由和独立 那么蔡英文呢 也受到美国五位参议员 联名显信 要求众议员呢 来邀请蔡英文到美国来 大家是一直的这个叫好 但是呢 我们知道 美国也渗透的很厉害 美国的智库啊 也会叫布鲁金斯学会 他的老板呢 就是约翰桑栋 目前在清华大学 喊做这个访问学者 这样一个人呢 他的下面的这些研究员 也是非常倾向于中共的 他这个研究人呢 叫布鲁德 他就说 如果美国邀请 蔡英文到美国来国会演讲 那会酿成大祸 他还讲了这个三点理由 第一个是 美国到现在还没有跟台湾发展 这个官方的关系 第二点呢 这个举动呢 会造成北京方面非常的恼怒 两岸关系会激化 第三点的话 如果邀请蔡英文到美国来 那么美国国民呢 将会像加拿大国民一样 在中国呢 受到欺负 会任意的逮捕 这个就是完全是 拿着敌人呢 携中国呢 来威胁这个美国人一样 他说的这三点 实际上都不成立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签订了 台湾旅行法 旅行法里就是规定 台湾的官员 美国的官员可以互访 而且官员呢 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 这个官员呢 政府官员 那上职总统 下职最小的士兵啊 实际上都可以访问的 所以这个台湾旅行法 的签订已经打破了 以前的所谓的一中原则 那其他方面呢 只要台湾 美国要杆子强硬 中共呢也会害怕 不要以为 他们就天天会拿着武力威胁 拿着抓人威胁 实际上这边强硬了 他也不敢有什么造次 所以我们看到中共呢 他还会继续的畅狂下去 继续的还会拿着台湾问题 在全世界做文章 他继续都会挖这个台湾的 帮交国的墙角 但是这一切的行为 只会让他在国际上的形象 更加的丑陋 更加的地下 那么我们呢 在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坚决的支持 实际上来尊重台湾的主权 尊重台湾作为一个国家的 实质的它的地位 这样的话 才能推动整个中国的进步 也能推动台湾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